自古以来凡是以移民为主的城市 也都是文人默克聚集的地方 洛杉矶也不例外 北美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 汇聚了来自两岸三地的作家 二十多年来在洛杉矶定期举办文学论坛 以文艺创作记录华人在洛杉矶的点点滴滴 日前他们举办了龙年迎春团拜活动 现场十分的热闹 一起去看一看 活动当天 北美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会长刘俊明 名誉会长萧毅 陈春生 余江 监事长卢威等一同向来宾恭祝新年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文化参赞车召和 在忙于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问准备工作中 也特别来电表示祝贺 同时南加州桥界领袖张素九 温杰 陆强也出席与华文作家们同庆新年 他们平典 我们是人 我们正要有一个作家的访问中 这是以中国作家的访问 为时半年 大概还有呢 可能是六月中后 大概有些文学艺术界 他们想到这边呢 进行讨访问 我们今年大概还有几个新会 就是新会员和老会员 准备要出餐天 所以这个协会呢 北美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 成立于1990年 是隶属于世界华文作家协会 及旗下的北美华文作家协会的地方性作家协会 其宗旨为以文会友 以交流写作经验和弘扬中华文化为目的 会员为来自两岸三地的写手 有80高龄的年长会友 也有16岁的90后新生代成员 北美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除了定期出版月刊 落成文院复刊 以及落成作家年刊以外 还时常举办与其他地区作家分会的交流活动 日前的新春团拜活动 会员们也都大显身手 带来朗诵小品歌舞等表演 国际卫视记者朱思勇阿亨宝报道